它是H&M的 然後你們看這個手的色差 這邊超白這邊超黑 就是去澎湖曬的 我那一次去完澎湖之後 我對澎湖就有一個很大的陰影 因為我一回來大家都說我是黑炭 然後都說我是什麼 後來我開始就會 哈囉大家好我是Mia 歡迎來到Mia的頻道 今天的影片呢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出來 就是拍攝效果跟畫質 跟平常不太一樣 是因為我買新相機的 超開心的 所以我今天是用我的新相機在錄製的 我們就開始今天的主題 今天的主題我相信你們看標題 應該都已經知道 就是我很愛公開我以前的黑歷史 我以前的黑歷史呢 是真的還蠻黑的 就找了差不多20張照片左右吧 就是前陣子翻到我相簿以前的照片 我就把它加在一個相簿裡 然後今天就來跟你們分享 這20張我的黑歷史 我就來看看以前到底 這裡是我整理的那個相簿 首先第一張這個的話呢 是2017年的3月26拍的 這一張的話呢 是我在以前的家 然後媽媽就買了一個這樣的頭飾 然後那個時候他就叫我戴戴看 然後一戴起來他就說很可愛 其實我覺得這張沒有到很黑 因為就是臉還很童真 然後很可愛啊 不過這種東西就是小朋友戴才會可愛啊 大人的話就比較挑人了 喔再來這張就真的很黑了 這個時候這個是2017年的7月 差不多暑假的時候 然後我記得這一次是 我跟我爸去澎湖玩 然後呢因為我爸很喜歡釣魚 所以那時候我們是去海釣 也不知道怎麼就是防防晒 所以我根本就完全沒有戴太陽眼睛 也沒有擦防晒 然後我記得那個時候回來之後呢 整個眼睛是爆炸紅 超恐怖的 然後我就釣了一隻什麼魚 泥墨 沒有啦 這不知道什麼魚 我也不認得 什麼阿嬤救生衣啊 然後他這個衣服也是 趁我死亡媽咪粉 然後這個臉黑成這樣 差蠻多的吧 就是因為那個環境其實很熱 然後很濕很黏 然後又 就是有一些魚腥味 然後海水又很黏 所以情緒很不很差 還把我爸朋友的吊竿彩斷 再來第三張呢 是2017年也是暑假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我是跟外公外婆 就我們三個人 然後自己去那個馬來西亞玩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是 我們好像住在一個水上屋 有點像度假村的地方 然後這好像是 我不知道我們去哪裡玩 然後就是 有一個 蠻漂亮的白色的建築 外公就叫我坐在那裡拍照 喔 我實在受不了這個 那剛去完澎湖 我原來黑到炸掉 然後帶了一個奇奇怪怪的墨鏡 這個衣服是菜市場出來的嗎 不是 我覺得這個衣服還好 就是還蠻民族風的 可是這個包包我真的不理解 然後這個衣服配上這個包包 嗨 哈囉Kitty 我記得這個哈囉Kitty 是我在 跟外公外婆去日本的時候買的 然後我那個時候就一直要買這個 因為我覺得它很好看 好醜喔 天哪這什麼穿大 真的很阿嬤欸 戴了一個桃紅色的手錶 這個手錶我現在還在 可是 其實這個手錶它是蠻好看的 可是這樣子搭真的不行 然後手上還哩哩口口一大堆 喔我知道這一條 這一條有沒有看到一個藍藍的嗎 在這邊 以前我有一次生日的時候 然後很多人和送我一條潘朵拉手錶 好幾年前紅的啦 然後就是它是一個一個配飾買的嘛 然後就可能 好幾個 我爸好幾個朋友 還是我乾媽他們就 一人送我一顆 然後我就有這樣一條手錶 再來這個也是超黑的 2017年 都是2017年 2017年我到底是幾歲 3點幾左右 好黑喔 超黑 這個是我去那個平溪放天燈的時候拍的 真的很黑欸 可是那個點還是很童真啊 穿了一個紫色的吊嘎 我記得這個吊嘎是那個H&M的 然後你們看這個手的色差 這邊超白這邊超黑 就是去澎湖曬的 我那一次去完澎湖之後 我對澎湖就有一個很大的因應 因為我一回來大家都說我是黑炭啊 都說我是什麼 後來我開始就會對黑這件事情很反感 喔再來這張 其實還蠻可愛的 只是我不懂這個修 我沒有化妝喔 這是修的 這個頭髮是怎樣 用那個美圖秀秀的一個 染頭髮的顏色的那個功能去弄的 然後我還弄成這樣 很瞎的紫色 這個眼珠是怎樣 好像什麼那個遊戲裡面的角色喔 這個眼線也是非天橋欸 這個也是2017年的時候 暑假 我2017年暑假經歷也很多欸 那時候手還這樣肉肉的很可愛 要有點嬰兒肥 其實蠻可愛的啦 只是加上這堆特效 可能那時候在玩吧 就變得有點瞎 這個也是 這個特效 那個美童有一點誇張喔 然後這個鼻子怎麼修得這麼挺 我從小鼻子就是他鼻子 這個鼻子也太挺了吧 這個好像是我們去一個那個 盧盧米的餐廳 在大陸那邊 那時候我就很興奮 然後就一直自拍 這好像 剛拿到手機吧 就是 剛接觸手機的時候 再來這個是2018年的暑假 然後 這應該是在泰國的時候 我穿的衣服很 度假欸 就是一個吊嘎 配上一個花花褲 粉色的花花褲 我應該呢 是在跟義大利面合照 這個表情有一點 有一點真耶 從2028直接挑到2020 這是我在一個餐廳裡面 然後不知道在拍什麼藝術照 我可能覺得我很 優美 這件衣服現在還在喔 現在它是我的睡衣 那時候媽媽剛就是在 完染頭髮自己染 然後我就 就被壓好像實驗品 所以我的頭髮就被染成這樣 看起來很像乾草 還是什麼 憂鬱絲 然後這個時候已經差不多 白回來蠻多的了啦 2022 三年白回來蠻多的 可是這個頭髮有點光 綁得太緊了 我那一陣子就很喜歡 把整個都梳得很乾淨 會顯得臉很大 再來這個是2020 剛玩TikTok那一年 我在一間餐廳 然後那時候好像是母親節的時候 它有那個櫻花樹 假的櫻花樹 然後我就拿那個櫻花 然後拍慢動作 這樣撒那個櫻花 我那時候覺得那樣撒 就是那個影片很美 所以我就把 它的畫面截圖下來 然後就有這一張 那時候還是個小短腿耶 可是穿搭有開始慢慢稍微進步 就是會買一些比較 好看的衣服了 可是這個頭髮還是不太行 就是整個大腦門都露在外面 好再來這張是圓框照片耶 後面這個是我妹 好好笑喔 它現在已經長超大 現在就 有的時候沒有很可愛 小時候超可愛的 然後我這個臉 有一點 不過眼睛好大喔 那個時候 這個穿搭 我好像就是有一陣子 就想要 增進一下我的穿搭 我就在網路上買了一大堆 奇怪的衣服 然後都是很便宜的那種 這應該就是其中一套 就是一個白T加上H 這個穿搭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欸後面還有佩佩珠 可愛的佩佩 我應該是想要拍我的OOTD吧 我覺得 再來這張 嗯 天啊 這是什麼詭異的照片 好靈異喔 這個 我記得這一張是 當時我一個跳舞的乾媽 舞蹈老師呢 她是我乾媽 她就有拍了一張這樣的藝術照 我就很想學她 還是她叫我也拍一張 我忘記了 然後我就 我就在那裡自己摸索 然後拍出來這一張 我把她的那一張圓圖附在這裡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再跟這一張對比 然後這個眼神 還有殺氣喔 很像 那個什麼古代的 冰馬俑啊 那個 很像欸 穿著一個Hello Kitty的T恤 然後 做這樣的動作 這樣的臉 好奇怪喔 而且 我發現一件事 就是我那個時候的高馬尾都會綁得歪歪的 還是我故意的 那時候 就這樣就是黑漆麻烏的 然後地板也很醜 現在這個現在漂亮多了 還蠻優美的 我在車上的自拍 其實我覺得這張還蠻好看的啦 而且這個時候白好多了 可是應該是有加一些濾鏡才會這麼白 但是那個時候也已經就是白回來很多了 只是這個動作就讓我有一點匪夷所思 我可能就是要當什麼蝴蝶公主還是什麼的 然後在那裡陽光噴灑在我的臉上 然後我就這樣 我覺得那個時候應該是就是我坐在車上 然後我就覺得陽光很美 就想要來自拍這樣 我常常這樣 我現在也是常常會這樣 喔 這是在那個壽司郎拍的 你們看得到後面嗎 這是哇沙比 然後我的臉很奇怪 然後加了一個莫名其妙的特效濾鏡 好奇怪喔 旁邊還有一些奇怪的櫻花 我在壽司店欸 哈囉 我在家裡廁所的一個對金自拍 我穿的這件還是睡衣喔 這件睡衣我到現在都還在穿 拿的手機殼是一個 小朋友 你是否有很多問號 喔 這張就更問號了 這是我在我爸家 然後我想要拍那個 就是比較有意境的那種藝術帳 然後又拍一個剪影的感覺 我的動作是這樣 可是這張拍起來感覺臉超油 感覺臉超級油 我跟我乾媽他們去看完一個展覽之後呢 我們去吃一家那個板前料理的壽司店 然後叫做紫樂 我就在他的門口拍一張帳 那時候好像是借了就是 其中一個大人的外套襯衫 劈在這樣拍 應該是覺得自己很帥啊 然後還戴了一個這個白色的髮帶 還戴了兩個很大的耳圈的耳環 這個整個穿搭 有一點黑幫老大的味道 因為我站在這個行人道上 之前那個X Park 剛在泰民品城開幕的時候 我們去X Park玩 然後那個看完X Park之後呢 去那邊找一點餐廳吃晚餐 然後那時候好像有拍片吧 我就有腳架 我就開始自拍 然後就拍一系列很奇怪的照片 就是其中一張很乖的 這個不知道在幹嘛 應該是沉思的笑 這個臉好詭異喔 還在整個畫面的邊邊 然後有一點變形變形的 我家以前的家是有一個小空間 然後那邊就是我的書桌 然後我就很喜歡坐在那裡 然後就有自己的小空間 然後在那裡拍照 那時候就很嚮往那種很藝術照 然後有意境的照片 常常會在那裡寫一寫作業 然後累了就開始自拍 其中一個我跟我的美人與筆拍的 用美圖修修在家旁邊那個亮亮的特效 這個臉就很畸形啊 那個角度就很怪 就看起來整個臉很方很大 我很問號的是為什麼要加這個亮亮呢 還有為什麼要跟那個美人與筆拍照 現在應該還在我去找一下它的本體 沒有欸!它被我丟了 記得那時候是媽媽在網路上 在買東西送的那一支筆 然後我就超愛那一支筆 我覺得它很漂亮 這是我早上起床的時候拍的 可是我不懂為什麼我要加一個小惡魔的特效 那個特效還跑位 我一半的臉要用頭髮把它蓋住 然後手還要這樣 那時候頭髮好像是強到炸 因為那時候就是想說 頭髮越長就越有成就感越好看 我穿的這個還是我以前的睡衣 櫻桃的睡衣 頭髮亂七八糟 剛起床的時候拍的 最後一張是 在我以前家瑩的廁所拍的照片 那好像是那時候我自己在摸索髮型 然後我綁了兩個丸子頭 媽媽就說我很可愛 所以我就拍了照片 而且我發現我很愛穿著睡衣拍照 我這個又是睡衣 這件睡衣我到現在都還有在穿 你們看這個指甲是怎樣 那好像是我第一次做光療的時候 然後我就很喜歡 我就一直都沒有去把它卸掉 然後指甲已經長到一半了 都還沒有把它卸掉 這個只剩一半了 這個光療 每一支都是 好醜喔 剩下一半了 這眼睛應該是修的吧 怎麼可能眼睛那麼大 外星人喔 後面還有那個 浴巾 然後浴帽 還有那個洗臉 每次洗臉要把頭髮弄乾淨的那個東西 不知道你們覺得我黑歷史有沒有夠黑 還是你們的黑歷史比我的黑歷史還要更黑的話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或是你們覺得哪一張是讓你看到最震驚的 居然是同一個人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囉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大家掰掰 喔對了你們要跟我講一下 你們覺得這個相機拍起來的效果好不好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